大家好,下面是为了家全大学留学生成功时代的采访时间 本次我们邀请了目前大任、秦岛大学教授刘振中 你好,非常感谢您参加采访 这样的采访对家全大学的留学生真的很有帮助 首先请对本人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 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工作等 大家好,我叫刘振中 位于家全大学最早接约于2004年 当时我以山东大学交换学生的身份 在家全大学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学习 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 我又选择了家全大学 从2006年至2013年7年期间 在家全大学国文、国语、系进行语言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学习 期间也担任了研究生院的助教 也做过国际教授的研究员 13年毕业后,我就职于清早大学外国语学院 韩语系 原来如此,那么为什么在韩国很多大学中选择了我们家全大学呢?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命运的眷顾 我在家全大学不管是交换学生 还是在这个研究生就读期间呢 不管是教授还是职员呢 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帮助 正是有了在家全大学的宝贝经历 才有了我今天的发展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情感 课观上来说,家全大学首先呢 是拥有这个得天独户的地理位置 既能够享受到首尔的繁华 又能够享受到经济道的平静 交通生活非常便利 第二,同学要自身来说 这个学科是非常健全的 而且优势学科突出 也是韩国为数不多的 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的综合性大学 第三点,就是家全大学的 国际化定位目标明确 这个全心全意的五位留学生服务 谢谢,那么在家全大学学到了什么呢 我在家全大学的期间 无论是从知识水平 还是人格健全方面都学到了很多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有三点 首先呢,是在严谨的学术范围中 不断提高了这个汉语水平 强化了这个语言学的理论知识 其次呢,是通过实践和工作呢 学习到了这个行政业务能力 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 同时呢,学习到了先进的教育理念 第三一点,就是家全大学 爱国博爱和奉献的校训 对我影响深远 那么在韩国留学生活期间 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提到困难,我认为在陌生的环境下 加上语言的不足 最大的困难对留学生来说 应该就是沟通和交流 原来如此,我想也是这样 您是怎么克服前面提到的哪些困难 这就要求啊 要不断的提高韩语水平 去尽量的去融入韩国的这个生活 当然遇到不明的问题啊 要去多问教授 多问韩国同学 提高这个沟通和交流能力 第二点,我觉得是在这个 学校的教育方式和一些教务系统上 是跟中国是有差别的 这个,这些要求我们需要 有一段时间去示意 一开始遇到困难啊 不要紧张 尽量的,就按照老师的要求啊 做好一些课件 做好一些作业 我觉得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 就会能够变得清澈熟路 非常感谢您的采访 那么最后 有想对就读于家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建言吗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健康 健康是最重要的 健康呢 当然包括身心 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身体健康呢 就需要有规律的作息 充实的生活方式 适当的参加运动 这个心理健康呢 就需要我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 豁达的心理健康 第二点 我觉得 在韩国生活中呢 需要 多看 多听 多感受 深入了解 韩国的 这个社会 努力啊 成为一个韩国通 第三点呢 就是积极参加学校的 各种讲座 以及文化体验活动 充实大学生活 留学生也是学生 学生的天职呢 就是学习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 专业知识 中国留学生同胞们 加油 今天 以嘉全大学为荣 明天 嘉全大学 以你为自豪 快听 谢谢 今天的采访非常有益 希望对留学生来说 也是很有帮助的时间 以上就是 嘉全大学 感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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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